所以說 氫燃料電池 其實它對整個環境是很有幫助的 當市場完全認同 看法一致的時候 我相信康蘇這張股票 它的飆漲的速度會非常快 哈囉 各位同志朋友大家好 歡迎來到甄鳳科學 我是甄鳳 今天我們要講的主題是什麼 氫燃料電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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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有一個好處就是 環保 再來的話呢 便利 為什麼便利 等一下我可以告訴你 環保就是說 氫燃料電池很簡單 它的什麼 燃料是什麼 氫 然後跟氧結合之後變成什麼 水 所以呢 氫燃料電池它的排放物 就只有怎麼樣 很純淨的水 沒有雜質的水 而這些水 這個水還可以怎麼樣 再利用 哇 這個所以說 氫燃料電池 其實它如果能夠真正發展起來的話呢 其實它對整個環境是很有幫助的 那我們先來了解一下氫燃料電池 就是說今天有一個怎麼樣 電池模組 有正極負極 它氫氣進來之後呢 透過氧化 比如說燃燒 燃燒完之後呢 它會分解成怎麼樣 氫離子跟一個電子 好 然後透過電池的一個電池模 正負極的電池模 把電子透過陰極導到正極 這過程當中就是怎麼樣 就是發電 這是發電 所以 這個就是很簡單 那現在就是說 我們要怎麼樣 把這個氫燃料克服掉 因為氫氣的來源 怎麼來 氫氣目前來講呢 還是要透過天然氣 甲醇 然後乙醇 然後水的電解 或澡氣 或從 怎麼樣 從石油裡面去提煉出來 那如果真正有辦法 變成直接怎麼樣 在水 再把它電解成氫 然後再 再經過燃料電池的運作之後 又變成水 所以說一個循環就完成了 那現在變成說一個水的電解 基本上是非常耗費成本 所以如果在這個部分 能夠做一個突破 能夠把成本壓低的情況之下 氫燃料電池未來會是一個非常 怎麼樣 普及性 而且是 效用性很高 對環境污染非常低的一個 能源設備 那如果我們說 為什麼說它 有一個便利性 來 今天我們觀看電動車就好了 現在如果要完成一個電動車 我們今天要用鋁聚合電池 或鋁鐵電池 它的電池佔車子的重量 或車子的體積非常大 好 那今天如果你是用氫燃料電池的話 你今天有一個發電設備 等於說熱轉換的設備 好 今天只有一個除氣筒 然後呢 我今天 經過熱轉換設備 來到一個基本的小電池就可以了 小電池 然後我們把電能 完成之後呢 儲存到這邊 然後在這邊再推送車子的 不管是它的引擎也好 電池產品也好 所以你會看到 它是不是把電池的體積能夠縮到最小 那變成說我只要適時的 比如說我現在沒有氣了 怎麼辦 沒有氫氣了怎麼辦 來去一個氫氣的那種加氣站 好 所以未來 如果能夠普及的話呢 你氫氣加氣站 會跟加油站 跟現在的充電站 其實會慢慢的越來越重視 那至於台灣有哪一些廠商 致力於氫燃料電池呢 來我這邊跟大家來分享一下 來這邊我幫各位整理了四檔股票 第一檔中興電 中碳 再來康蘇 另外一檔高麗 這是屬於在台灣來講 致力於氫燃料電池 算是比較深耕的幾家廠商 來我們先來看一下中興電 中興電我們看來 目前來講 是處於上升趨勢 現在面臨到前高的部分 他現在 必須用什麼樣的方式 來做一個突破 才有助於他未來的發展 對於股價的發展 他只要遇到前高 他最好呈現的方式 基本上就是怎麼樣 帶量長紅 或者是怎麼樣 直接跳空開高 直接形成一個多方的跳空缺口 這是最強勢的 那以目前中興電來看的話 他在12月6號的時候 形成一個帶量的 帶有上影線的流行線 那變成說他等於是 第一次挑戰前一波的高點失敗 那再來他今天 今天是12月15號 今天12月15號 他又再一次的挑戰 今天一樣亮出 收一個中紅棒 再來明天很重要 最好他明天能夠出現一個 跳空開高的方式來確認 那如果只要經過確認 代表中興電這檔股票 只要封壓回 都是非常好的佈局時機 代表他多頭氣勢非常強勁 好再來的話 我們來看下一檔 下一檔叫中碳 中碳這檔股票呢 他是屬於怎麼樣呢 在低檔盤整 低檔盤整還沒有見到 怎麼樣強勁的攻擊量 所以這一檔股票 以目前來看的話 並不適合佈局 因為我們看不出來 他什麼時候要發動 那既然這樣的話 如果我們需要觀察 必須要怎樣呢 他必須一樣要一個底部的攻擊量 來越過一個重要的頸線的位置 目前看得出來 他的頸線的位置大概是落在 落在哪裡 落在差不多在110塊附近 大概110塊附近 等於說他前一次有試圖挑戰 可是因為沒有攻擊量 所以失敗 所以接下來 如果你要看他正式轉強 必須中碳要突破110塊 而且在突破的當下呢 必須要第一個 跳空開高越過或者是怎麼樣 帶量長紅來突破 有這兩種訊號出來的話呢 我們才可以判定說他開始轉強 不然的話 基本上這一檔股票 要等多久不知道 然後再來的話呢 我們來看一下康書 康書這檔股票 基本上他籌碼非常亂 等於說他的籌碼是幾乎是集中在各家的怎麼樣 不管是法人還是大戶 其實都在他們手上 因為願意做康書的這些人大戶非常的多 那一樣他大戶之間他還是一樣有那種多空的那種看法 所以造成康書的股價不容易形成一波的飆漲 當市場完全認同看法一致的時候 我相信康書這檔股票他的飆漲的速度會非常的快 只是說在這個過程當中 什麼時候達到這些法人大戶同時看多 要達到這種效果才有機會 不然的話基本上他的股價壓回也不會太深 上漲也很難突破 基本上就是區間震盪比較多 然後再來的話呢高利 高利這一檔股票是所有清燃料電池裡面呢 深耕最久的一檔股票 所以高利他有辦法從底部60幾塊 60塊附近50幾塊 開始一路上漲 等於是都沒有休息 上升趨勢非常明顯 再來的話呢因為這個議題仍然存在 不管能源的議題還是環境的議題持續的存在 所以說他依然是怎麼樣 持續的看好 所以這一檔股票只要有逢壓回 基本上都非常適合投資 那以上就是幾檔跟清燃料有關的股票 跟各位做一個分享 如果你覺得我們的節目 對於你的投資有幫助的話 歡迎你訂閱分享順便按個讚 謝謝大家 本節目 再見 谢谢大家